观看没 传奇的老孙子上啊 传奇的老孙家 哎呀 不仅西洋人 连外地的朋友都知道老孙家泡沫 是吧 但是老孙家泡沫有一个特别厉害的点 就是很难有一个牌子 很难有一个家 也能让大家有这么高度一致的评价 那个评价我就不说了 到底味道咋样啊 我然后呢 我只是出于好奇 我想来试试 我要亲自来吃一次 我才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 咱这个胶片 咱咱吃一下 尝尝老孙家泡沫 老孙家泡沫 老孙家泡沫 这很有很老派啊这种感觉是吧 这老孙家吃的人还不熟 看下加威娜这个高达上的罐子 牛肉泡沫36还行 不贵还这么便宜呢 老孙家是纸你看纸免费用 也放这 这可能 这老孙家可能听见了 听见我说了 水 水也免费就给你倒好了 哎 服务不错 挺好的 磨不大 小磨 这吃泡沫啊 一定要瘦 哎 咱来老孙家吃泡沫也要瘦 哎 长这么大 脱飞了老孙家是狂的 这都是传说中的店 传奇的店 我们村当年有好多人在老孙家上班 我们留家中村 当年浓转飞之后 把我们村好多人安排了来上班 和这边的好多大食物 好多境地都在我们村里 其实我们老孙家也有点情感 其实吃泡沫不一定磨要摆笑 摩摆大摆小就看心情的 其实没关系的 啊 没有那一说一定要摆黄豆粒 谁说一定要摆黄豆粒粒 这是我当年说的 摆个云片 哎 太美的 38条手泡 对于38这个价格来说 我觉得这个肉量有点少 我感觉这个师傅的导拱又带提高 这个肉切都不答应 有点不喝不及待啊 端起来都是薄 爬下的泡沫土就是麻 就是这种传统老味道 真的确实不错 很筋道 这38一碗的泡沫一口就是两块钱 饱着吃才有仪式感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我应该照几个女娲坑来品打 麻 这个老传统老味道 传统老味道泡沫就是麻 吃了口这个汤哦 它这个汤呢比较多 破汤的时候可能水加多了 然后就喝起来比较寡淡吧 但它这种就是比较适合年轻人 辣子姜来扣 刚好够一扣就行 辣子姜这儿不能躲 你躲得横了 我先夹着肉略财 和尔黄 一般 一般 就拿这38块钱来说我们一般 我心里多年的鱼以后现在解开了 一会儿出去 咱快吃 想起来就够吃 好 吃 吃了咋样吗 咋样啊 一如计划 水平非常稳定 就跟中国自修队一样 一如计划 但是一定要给老曾家的这个服务点赞 服务特别好 这一点一定要保持 服务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西安的老师后应该向老曾家 学习 服务无微不知 真的 口味咱里面说 服务真好 喂